赚钱百分百 我们继续的来了解关于在理财方面的选择 有不同的选择 那么上一回我们和曾飞讨论的是关于年金 那么曾飞在上一次为大家对于年金方面 做了一个第一次的概略的分析介绍 那么今天我们会和曾飞继续的讨论 来我们先欢迎她 哈喽曾飞你好欢迎参加 大家早安 早 朋友们啊早 早 欢迎参加 我想今天我们因为上次我们谈过了 就是稍微开始了解介绍了一下关于年金它的特性 但是呢我想今天我们要请你来来谈一下 到底年金有没有不同的种类 因为我们说它是储蓄 它有什么保障 谈到这我们就想那跟保险 人寿保险不一样吗 但是人寿保险有whole life 有term life 有这种是不同的不同的这个计划 不同的我们讲说长样子吧 不同的长相不同的样子 那么不同的种类来选择 年金是只有一种选择就叫做annuity 就叫我要买年金 但我们要买保险还会说 我要买房子保险要要车子保险 我要买这个人寿保险 我要买这些保险 这个保险底下还有细分 每一个不同还有细分 但是年金我们好像没有没有说我要买车子年金 房子年金什么年金就是一个字年金 所以到底年金底下有没有不同的种类的分类呢 郑菲能不能麻烦你为大家做个分析好不好 好的 年金种类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三类 有这个固定利息的年金通常会有提供固定利息的一个保障 另外有这个浮动型年金主要是有风险的 这个钱是有到那个市场去投资的 那像这类型的年金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赞同 还有另外一种年金是叫指数型年金 那它的回报是由这市场的指数来决定的 通常它有给这个最低的利息但是它有一个封点 它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可以保底又有增长的一个产品 可是年金也可以用时间来区分 如果说用时间来区分的话可以分为那个immediate annuity 也就是说极其年金还是deferred的这个annuity 是一个那个地缘年金我们又叫做一个延期年金 但是我们如果用公用来区分的话 年金又可以分为一个那个growth的这个annuity 也就是说它是来做一个这个资产管理的 比如说有些人还年轻的那他认为说离这个退休的时间还比较远 那或是说他还没有想清楚就是说他以后他那退休 他到底需要多少收入他还没有当下决定 那他可以就是像我们上次谈过就是说钱是那个一笔进一笔出 我就是放进去这个年金之后我让钱在里面增长 然后那个等到以后这时间到了之后 我在这个整笔的取出 然后或是说我在这个整笔的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年金里面 让他去当成众生收入 因为也就是说他离这退休他还早嘛 那他可能就会这么做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用功能来区分的话 是有另外一种年金是用来做退休收入规划的 他是注重在他的现金流 也就是说他用这个一笔钱的投入去换取一个 让他以后可以产生一个现金流的一个产品 那他其实在做这种计划的时候 像有些计划你可以那个一次放钱进去 但是有些计划他是容许你就是说 你可以好像比如像最近有些产品 他可能在这个刚开始的一两年内 你如果还想再多加钱进去都还是可以的 那他有一些是每一年你还可以继续放的 之后你放进去的钱 其实在这时候你可能对你的这个资产 到底有那个多少的增加 他其实你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其实你更在乎的是说 你把这个钱放进去之后 他以后可以产生那个多稳定的一个现金流 来提供你一个终身收入的保障 分类大概就是按照这样来分 那我们如果说再把这个年金当做一个这个终身收入 再来分类的话 现在像现在在这市场上大致上是有两类 有一类是那个保证型的这个终身收入年金 也就是说你拿的钱是可以预计的 你从开始领钱之后 你的那你的收入拿的都是一样的 你拿的这个数字都是一样 然后你会拿一辈子 你会拿到那个人老人走 你要是说像有些人会担心说 那我如果我只用了一两年我就走了呢 那我钱没用完了 你如果在你的现金值上面 你还有钱的话 就是说钱放进去通常会有分这个 那个现金值跟这个年金值 那你这个年金值是你将来要拿的一个这个数据 可是你的现金值在我开始拿我的终身收入的时候 我如果没用完我的现金值还有余钱的话 这个钱就会到那个beneficiary 也就是会给这个受益人 那我们刚才讲说 你如果说是把它当作这个收入来看的话 有一个是那个保证型的一个终身收入 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种叫做潜在成长型的终身收入 也就是说你在开始拿钱之后 你已经开始当年金在当中这个终身收入拿了 你的钱还是有可能可以成长 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有可能会拿更多 但是你绝对不会拿比去年还要少 你有可能拿跟去年一样 比如说他在没有成长的状况之下 那你就拿跟那个去年拿的这个数值是一样的 可是他如果有成长的话 你就会拿更多 那你后年拿的话绝对又不会比你去年拿的少 也就是说你只会更多你不会更少 然后你会拿一辈子 只会往上涨不会往下降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在拿的过程当中 他又分两种 有一种是叫做保证型终身收入 另外一个是潜在成长型的一个终身收入 那买年金的好处 在美国跟这个IRA跟那个40EK 他比较不一样的是 买年金的投入额是不受限制的 你想要买多少 你就可以买多少 哦 没有限制 他是没有限制的 他不是像说你要拿这个IRA的话 比如说在今年的话他有这个7000块钱是在他是那个50岁以下的那你最多可以放到7000嘛 那你是超过那个50岁以上的那你最多可以放到8000块 可是你买年金的话他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所以像现在的话有些人比如说他已经没有在他的公司做事了 他以前的这40EK啊 那或是说他以前买的那个IRA他想要把它转成年金的话 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那我们也有看过有些人 就是说在这个IRA里面的钱 或是说当你这40EK你已经转到这IRA之后 因为你从你的这40EK你那个law over到你的这个个人账号的时候 那你在这个IRA的这个账号里面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就是怎么讲呢 在一个反正就是在一个这个适合的状况之下 你可以把你这个钱也可以这部分的慢慢的跟他转成那个law over IRA 那那个IRA的账号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嘛 他是一个那个税前的一个这个退休账号 就是说你的钱通通都还没有打过税的 那你可以就是说在他成长的时候 你现在还不用付税 但是你将来拿的时候你的本金还有你的利息都是有税的问题 可是你如果是在一个这个在这个那个law over IRA的这个年金的话 你的这本金很利息将来都是不需要打税的 当然你也要考量到在转了之后 你的那个每一个这个convert就是你跟他转成 这个law over IRA的时候是有这个五年的限制的 你要等到五年之后 你那你才可以去取用 所以就是说在转的过程当中 或许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你自己要去知道你自己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说你要跟我们坐下来谈谈 要先了解一下你适不适合转 因为你的钱这个你那个目前的钱你一定要够用 你要不够用的话 你转过去你这个钱在那个五年内 那你不能启动的话 那我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这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转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你在这IRA里面的钱 你都还没打过税 所以转的过程当中 那你要全部付税嘛 那你在付税的话你要小心你 你的这个tax block it 它有可能就会 也就是说你转的量 你自己要知道 就是说转的量 你有没有把你的tax block it 又升高了 就是说你要付税 你要付到那个另外一个等层 那你要付的更多的话 所以就是说你到底能转多少 这些东西都是要考量的 都是要做下来 就是要谈一谈这样子 OK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转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这个 这个税的 我们要税 因为通常你在多少钱以上 它那个税率就要往上涨 是不是就是等于说 要考虑的是这一个问题 要考虑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 那个报税的这个block it 那个不一样嘛 那现在像现在的那个退休的人士 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RMD 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你放在这个 IIA这里面的钱 有很多人到了那个73岁的时候 他一定要取出来 他不取他的那个最低限额的话 都不行 因为因为那个政府就是跟你规定 现在在73岁过后 你一定要开始取钱嘛 那现在像有些人的话 是他根本就不需要用这个钱 可是他不需要用 可是他到73岁之后 他必须要取出来 对 那他一定要取出来的话 那你取出来的过程当中 等于这些钱都是你当年的收入了嘛 那你就要交税了 当你的收入你就得要交税了 对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说 在你还没有碰到 也就是说 你要那个 你要看现在你还没有73岁的时候 赶快用这个时间 慢慢的慢慢的把你的钱 可以把它转成一个这个ROV IRA 那你扣的话 钱在这里面 那你就不会有这个付税的问题 那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就说 其实他也不需要拿出这个钱 但是你到73岁之后 你要不拿那个不行 可是你拿的时候 你如果说拿了太多的话 其实有一些你要注意的是 像现在好像那个大部分的人 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 你从那个三安局那边拿出来的钱 你需不需要打税 通常的人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可是当你的收入高的时候 你的Social Security的钱 是有可能需要缴税的 OK 比如我们现在讲就是 你的收入 如果是个人的话 在那25000到那个32000当中 OK 你有可能就是说 你的那50%到85%的这个设安金 你是需要缴税的 你是需要缴你的所得税的 你就需要缴你那一年 看你是那个多少的税金 你是需要缴税 如果你是夫妻的话 你的这三局的退休金 在你的那个34000到那44000 就是以上就是从这34000到这44000当中 你有可能有50% 你的设安金你是需要缴 你是需要缴你当年的税 但是你如果是超过44000的话 你有可能有85% 你的设安局的退休金 需要去缴你当年的税的 OK 那他这个当然还有他的算法 他是有一个算法在的 OK 他的算法 我不晓得就是我们在 这收音机里面这样讲 可能会有点复杂 就是如果说想要跟我咨询的话 那我可以那个私底下 再告诉你们 然后像这个Medicare的话 当你的收入增高 在某个程度的时候 你有可能你的怕逼的钱也会增加的 所以 那我 那为什么说要那个提高准备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不要因为你将来 像现在大部分的钱 比如说你放在那个40EK里面 那你还是有可能就是说在那里面做买卖这个股票 你还是有可能就是说在里面有做一些投资 可是你如果说你不慢慢的去做一个转换的话 将来你的收入那个一下子变得很高的话 你会延续很多的问题都会发生的 所以有时候就说要多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就是了 OK 朋友们我们在今天一开始和曾飞要讨论到理财的工具 在理财的这一个选择方面 那么曾飞特别介绍的呢 这个是和大家谈到的是年金 而很多时候呢 我想刚才我们就听到曾飞特别和大家谈的 年金方面 他对你的帮助 对我们的好处 因为呢很多时候在退休了的朋友们 这个退休金 或者是说你的当初的储蓄 你做的我们这个投资 不叫投资吧 预先规划的这些储蓄 在政府规定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必须要拿出来 而退休之后呢 在收入方面 虽然没有正规的收入 但是一下子拿出来这笔钱 就算是你的收入了 而达到某一个阶段 你就必须要缴税 那么已经没收入了 这已经是以前存的钱了 现在还要来缴税 那心里边一定相当的不舒服 那么在刚才曾飞就提供大家 也提醒大家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要及早做好安排 那么当然呢 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你可以直接和曾飞来安排 这一个讨论 可以跟他一块讨论 281-777-7738 281-777-7738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想请曾飞来谈一下 因为既然我们谈到年金 刚才你也讲了 年金有可以协助大家 就是在退休以后呢 这个收入 或者说我们说投资方面 其他的储蓄方面的收入呢 可以受到一些保障 受到保障 而且呢 这一个年金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 它没有一个上限 就是说你没有说多少钱 你只能够放多少钱 那么这一方面 我想请曾飞再来谈一下 所谓的这个没有一个限制 是说没有一个限制 我要买多少都可以吗 要放多少都可以吗 还是有就是说 你这一个钱 你必须是有earned 你必须是你赚来的钱 才能够做这一方面的购买 还是其他的不行 有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买年金 你如果今天是用现金买的话 是没有一个限制的 你想买那个多少 你就买多少 但是买年金 当然也有一个 那个最低的限额 像我们现在在这市场上 看到的 大部分你要买年金 你的那个最低额 那个至少可能要有5000块 那有一些保险公司 大概是那个2万块开始 或是那个2万5 然后你才可以开户 这是不一定的 可是你如果是用现金买的话 是没有上限的 OK 那你如果说是用现金买的话 也就是说你是用这个税后的钱 来买年金 你买的时候 你那个将来 你在这个本金上面 你是不需要缴税的 可是你利息上面 你是要缴所得税的 在将来你如果说把它当成用 那个中生收入来用的时候 你是那个last in 那个first out 也就是说你会先拿利息的部分 那利息的部分拿完之后再拿本金 本金拿完了之后 我刚才不是讲中生收入吗 就是一直拿到人老人走吗 所以你拿完利息 你当然要缴所得税 可是你拿本金的时候 那你就不需要缴税 但是你用完了 你所有自己的钱又加利息 现在你用保险公司的钱 因为他给你打保证 给你共生收入嘛 所以你之后拿的钱 又要再缴税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利息 那你不需要缴所得税 你的本金 你不需要缴税 可是当你拿完了 你现在在用保险公司的 的钱的时候 那你现在 你又要缴税了 就是要缴 这个 就是缴这个税 但是你 你如果是用你还没有缴过税的钱 来买年金 比如说 这个钱是从这个40EK 涨过来的 还是说 从这个IRA的账号 涨过来的话 你的这本金和利息的部分 都是要缴所得税 也就是说 你将来拿出来的时候 每一笔钱 都是你的当年的收入 都是要纳税 OK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就听到曾飞为大家做的这个说明 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仔细 我们这样子就能够了解到 在选择上面 为什么在我们在这里呢 曾飞会要特别的为大家做 关于在年金方面的分析 那么提供我们的朋友们 在选择的时候呢 能够有更方便 更对你自己 对我们的朋友们来讲 就是应该来讲说 更有利的这种选择 所以再一次的 也谢谢曾飞 在今天带来的这个好讯息 那么提醒我们的朋友们 曾飞也说了 你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 有这种疑问 因为有一些 的确每一位朋友 都有面临到自己 在财务方面 在选择方面 在安排上面的 不同的关心 不同的这一些细节 你可以和曾飞那么联系 281-777-7738 281-777-7738 今天我们和曾飞的讨论呢 也要在这儿告一段落了 再次谢谢曾飞 谢谢参加今天的节目 时间好快啊 是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下次我们继续 曾飞我们继续来讨论 继续介绍其他的 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说 是迫切需要的 在理财方面的 这个不同的选项 好不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